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稣去世后 他的两个门徒灰心失望地离开了耶路撒冷 想要回到一个村庄去 在去的路上 复活的耶稣走近了他们 与他们同行 不过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住了 以致认不出他来 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 可能是耶稣借了另一个形状显现给他们 不让他们认出自己 也可能是他们由于太悲伤 而没有仔细地观看耶稣 经上说 他们就站住 面带愁容 回答耶稣说 在耶路撒冷做客的 独有你不知道这几天 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 就是有关纳赞勒人耶稣的事 他本是一位先知 在天主及众百姓前 行事说话都有权利 我们的司机长及首领 竟解送了他 判了他死罪 定他在十字架上 我们原指望 他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 从这几句话里 能够看出他们对耶稣的死亡 感到非常遗憾和忧伤 因为他们的期望破灭了 当一个人非常专注一件事实 其余的事物就不会被留意到 特别是心里极度难过时 对外界所发生的一切 都会视若无睹 比如 当亲人离开我们时 心里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 感到非常忧伤 其他的人 事物就不会被留意到了 当他们强留耶稣说 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 因为快到晚上 天已垂暮了 他们一起坐下吃饭时 耶稣拿起饼来 祝福了 掰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开了 这才认出耶稣来 但耶稣却由他们眼前隐没了 从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住了 到他们的眼睛开了 中间发生了什么 经上说 耶稣从梅色及众先知开始 把全部经书及他的话 都给他们解释了 耶稣给他们讲解了圣经 特别是关于耶稣的预言 也就是说 他们通过圣言 真正认识了耶稣 以至于他们要强留 耶稣一起住下 可见 从经上的话 来认识耶稣 在他们心中 已经发生了改变 朋友们 两位门徒的明显变化 就在于他们真正认识 理解了耶稣 特别是明白了 耶稣为何要进入苦难和死亡 当我们伤心难过时 不要忘记与主同行 好好的认识他 我相信他会带你走出悲伤 他们看到耶稣掰饼时 眼睛开了 他们再次看到了 耶稣死亡之前的样子 瞬间回忆起了 耶稣所说的话 这正是苦难死亡中 蕴含的所有意义 耶稣愿为我们众人而牺牲自己 当两个门徒真正明白的时候 耶稣却有他们眼前隐没了 由此他们肯定 耶稣复活了 两位门徒通过认识 耶稣 并且明白他所行的一切 才真正进入了复活 弟兄姊妹们 你真正认识耶稣吗 是否真正明白 他所行的一切呢 祖耶稣 我很高兴看到 两位门徒的改变 谢谢你与他们同行 给他们讲解圣经 特别是让他们 真正地认识你 求你也赐我这样的好福气 使我在忧伤时 有你的陪伴和帮助 使我真正认识你 认识生命的奥秘 进入复活的生命 阿们 MV.com 优优独播剧场